那就是心思里面为善的律 就是魂里面 然后身体就是肢体里面 罪的律 然后是灵里面 那个生命之灵的律 这个是我们人里面的那个三个律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三个律 因为七章里面没有说到生命之灵的律 所以他也说到神的律 神的律是在我们的外面 我们里面就有这两个律 他没有提起第三个律 这个就是刚刚李大宗讲的 他是三个律 所以那个说法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如果要这样把外面的神的律一起讲 你就不能讲三个律 如果不止三个律 就变四个律 并且在生命读经里 李立恩就发现 七章二十一节 另外还有一个律 变了五个律了 你们若是愿意回家再看看 不过这一个第五个律 在他的接经读经里面 注解里面 他并没有很清楚的点 那是一个律 那是指着 那个律是一种的原则 是一个原则 就是当你立志要为上的时候 那个额的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他说也可以当着一个原则 如果这个不算的一个律 就是四个律 三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面 就是神的律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大家就更清楚 反正我们人的三部分 就住着三个人位 有我们人的这个人位 有神的在灵里面的人位 还有在身体肢体里头 撒旦的那个邪恶的人位 这个你这样说 那就是非常的清楚 但我们读这一些 我们就必须承认 保罗真是了不起 保罗他借着 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加上圣灵的开启 他就发现了 这些律的故事 我们英文上 或者原文 他这个law 这律法 跟这个律 原文是一个 是一个字的 他就发现 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律 他就是一种 自然而然 又是必定 要有的那一种的情形 人里面 有这一些的观景 那保罗给我们看到 就借着这一个 带我们认识 我们今天 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得到了失败了 不止失败 脱离了罪 并且脱离了 那个律法 因为这个外面的律法 是引起 那个里面 那个礼遇之争 里面那个争战 交战 结果 你我都是失败 没了 我们就说 愿意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 我们不愿意的 我们到时做出来 结果就变了一个苦恼的人 保罗是这样的经历 千万地上的人 甚至没有得救的人 只要有心 愿意来 照着心思中 那一个伪善的情形 要来 来伪善的时候 他都要发现这个痛苦 所以在这里 主就给我们一个带领 什么带领呢 就是给我们看见 一个人被称义之后 他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所流的血 我们的罪的行为 得到了赦免 得到了接近 然后 这个称义 就进一步要往前 到这个成圣了 让神在我们身上 来做这个变化的工作 生机的救恩 但是这个生机的救恩里面 神遇到最大的打差 就是我们不让这一位主耶稣 活在我们里面 十字架的宝学洗净我们的罪 当我们发现 我们是有罪行的时候 我们很乐意 接受主耶稣 替我们死 但是主带着进一步 他要替我们活 活在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恩典 活在我们的里面 把神的成分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变化我们这一个人 我们不肯 为什么不肯 我们信 我们自己就能了 我如果不能 我要靠着神 给我们帮助 但是还是要我 来遵从神 讨神的喜欢 来侍奉神 所以 接受主耶稣的替死 人 他发现他自己的罪 他愿意接受 但是愿意接受 主耶稣的活 替他来活 活在他的里面 这一个 很难啊 没有心 爱主追求的人 他是 根本不在乎 主怎样在他里面 来生活 等他有心爱主了 他就想自己 来讨神的喜悦 自己来遵行神的 那个律法 那么结果 神呢 就在他的身上 就没有机会 真正的做他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 神就必须摆 把人摆在律法的考验底下 为要铺路 人时代的观景 那末了就征服了人了 什么叫征服你 叫你心服口服说 哎呀我没有办法 我绝对没有办法 陶神你喜欢 我这个人 就狗嘴你 挡不出现眼了 所以不要想挡了 这个律法第三个条 这个功用就是 征服你这一个人 叫你死心塌地的时候 你愿意摆在这个死的那一个立场上 让基督活在你的里面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 你这个人一跳 就跳到巴掌里头去了 就愿意 凭着生命之灵 那个律在那里生活 你在这里看到 无论是哪一个生命 哪一个里面 它都是一个律的故事 律的故事意思是 你只要在这个生命活动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就有那个结果 那我就觉得我们在座 弟兄姊妹 我们盼望主 借着这样的交通 把我们能够快快地 经过这个第七章 进到第八章那里 这个第七章 说基督徒啊 大概有三种 三种 第一种 基督徒他失败了 他怎样呢 他怪别人 这个是第一种 这一种最多了 第二种 他失败了 怪自己 我不够努力 我不够忍耐 我不够祷告 我不够仰望 他怪自己 这个是进步了 但是这个是在第七章里头 那第三步呢 就是他失败的时候 他也不怪别人 也不怪自己 他就单单纯纯地 就转到灵里面 真正你活在生命这里的律里面 他就 他好像 这个连那个失败啊 也不叫他 这个受打岔 因为他彻底他对自己 根本就已经灰心了 他知道他里头 不能够叫我们的神满意 不能够讨神的喜悦 如果人到了 有一天啊 能够这样到这个地步 弟兄姊妹 我们属灵的观景 我们是很容易 在这里被主带到 那个新的领域里面去 因为基督的救恩 神的救恩 他第一 就是根据基督 把这一切的事啊 都做成了 然后第二 借着那灵 把这个完成的救恩 执行到我们的身上来 那这两个 是互相来影响 我们越看见基督所完成的 我们越甘心乐意 让这个灵在我们里面 带我们进到这个经历里面 那么你越带到这个经历里 你就越发现 哎呀 基督已经把一切都成就了 用不着你劳苦 用不着你努力 所以 这一个时候 就是他属灵的观景 就在另外一种的领域里面 那个领域 我们以前来说 就是那个奥秘的领域 就是属灵的领域 就是在基督这个人位里 而有的那个联合生长 那个基督的生长 让基督真的跟你这个生命 调那个复活的生命 调在一起 在这里一面在那里长 越长越长 生命越长大 然后越长越长 你那个生命就越在复活里面 来经历这个变化 所以那个神儿子的那个形象 就越来越显明在你的身上 那个第八章 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在这个马来西亚 那个长老同工的训练里面 李帝用那个纲要里 特别给我们看见 所谓的磨成 就是从己的样式啊 来变化磨成了神长者的形象 所以那个东西 无论造会也罢 无论个人基督律也罢 这个转利点就在这里 活在这个绿里面 活在灵 而这个灵是个绿 活在这个绿里面 你这个基督徒就大不一样 我们在座弟兄姊妹 能不能你们都能够 把你们里头真场的 拿出来一点分享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